这个男人必为神秘人危言恐吓 他在车里装有遥控炸弹 一旦有人下车或者报警 对方就会立马引爆 同时被恐吓的还有男人公司的支行长 开始男人以为只是个恶作剧 却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他瞬间傻眼 男人名叫陈奎 是韩国某银行的一名副行长 这天他准备送孩子上学 刚上车就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 由于是新车 陈奎并没有去多想 没过多久 他在车里发现了一部陌生的手机 这手机既不是妻子 也不是女儿的 就当他正疑惑的时候 电话铃声响起 陈奎迟疑了会 还是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他直接说出了陈奎副行长的身份 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 而且还说在车底安装了炸弹 一旦下车就会立即引爆 对方的恐吓 陈奎没有在意 只是呵呵一笑就给挂了 他开车来到加油站 就在他准备下车加油的时候 陌生电话却再次响起 对方警告陈奎 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不相信 可以用手摸一下座椅底下的东西 陈奎将信将疑的伸手去摸索 结果心里猛的一惊 车子底下竟然真的装有炸弹 陌生人告诉陈奎 车底下装的炸弹 原理跟地雷相似 所以从现在开始 车里所有人不准下车 也不准报警 否则就立即引爆 接着陌生人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很简单 就是想要36亿行元的赎金 但必须要10亿行元的现金 剩下部分再转账 这笔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 但对于陈奎这个银行副行长来说 并不是太大的难事 陈奎正思索着解决办法 这是银行支行长却打来电话 支行长跟他一样 这只也被安装了炸弹 陈奎一边提醒他 不要乱动 一边在神秘人的命令下 开始赶紧与支行长会合 此时 支行长的妻子一直吵着下车 他根本不相信陌生人的恐吓 陈奎打算把车停好 再与支行长商量对策 就在陈奎找车位的瞬间 支行长的妻子却突然下车 陈奎被吓懵了 开始害怕起来 陌生人的话并非吓唬他 车底的炸弹真的会爆炸 后座上的儿子被爆炸物刺伤 大腿血流不止 陈奎手忙脚乱 解下领带 让女儿绑住儿子的腿 他在电话里恳求神秘人 也许他先送儿子去医院救治 可神秘人并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辈 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 要想送儿子去医院 必须得先让自己拿到钱 为了女儿和儿子 也为了自己 陈奎只好利用职务之便 向银行的VIP客户打去电话 谎称银行新推出一款理财产品 回报率极高 很多客户信以为真 陆续把钱打尽了他的丈夫 但只有26亿 神秘人得知已筹到不分钱 于是先让陈奎把十亿的现金交给他 他急忙给妻子打去电话 将炸弹的事情说了一遍 并且告诉妻子 这件事千万不能报警 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否则一双儿女都会有危险 可前去银行取权的人 并不是妻子一人 一起挨来的还有妻子的闺蜜 陈奎再次警告妻子 一定要单独前去 可这个闺蜜也是个热心肠 看着自己的好友拿走那么多钱 为了安全起见 他将事情告诉不远处的警察 就在妻子慢慢走向便利店储物柜的时候 两个警察突然出现 逮捕了一位可疑男子 事情白漏 神秘人暗话没说 直接引爆了储物柜里的炸弹 好在炸弹威力不大 妻子并未受到致命的伤害 恰好感到的陈奎 深知神秘人肯定就在附近 才能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爆炸的再次发生 不得不让警方将陈奎列为重点嫌疑人 而这时儿子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 陈奎心意横 直接挂掉电话准备冲到医院 可无奈路上警车一路追随 甚至还出动了直升机 结果陈奎逼逼到海边的广场上 此时的他已经无路可逃 神秘人再次打来电话 他要求陈奎说的每一句话 都得按自己说的来 然而不管陈奎如何向警察使眼色 可警长师父根本没领会到 他认为陈奎就是个变态爆炸狂 还以自己儿女作为威胁 父亲利用汽车炸弹绑架自己的孩子 这种奇葩事说出去谁会信 可眼前这个警长却信了 他对着一旁的特警下令 在救出孩子之后 只要有机会就立马击毙 随后便安排了菜单专家金姐上场 这时男人没有说话 金姐相比警长就聪明多了 陈奎的一个眼神 他就看到一旁通话的手机 随后金姐不动声色 将一个对讲机和急救报 递给了陈奎 他拿着对讲机靠近手机 可这回的神秘人 不管陈奎说什么 就是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似乎他已经知道现场的一切 果然没过多久 陈奎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让他把对讲机扔出窗外 很明显神秘人就在现场附近 这时通话突然中断 原来是金姐切断了广场周围的信号 有了这个机会 陈奎原原本本将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 并且告诉金姐 神秘人就在附近 金姐立即派人对车辆进行排查 汽车的后座没有炸弹 只在主妇驾驶位发现了炸弹 金姐要求陈奎把手机给他 确保他说的是事实 但陈奎为了以防万一 把自己的手机给了对方 儿子被成功救出 但女儿却不想下车 他死死的抓住座椅 最后还爬到了副驾驶 并触动炸弹 因为他发现屋顶上的狙击手 根本没有撤 如果自己一旦下车 父亲很可能惨遭射杀 随着女儿的加入 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就在这时 一个自称陈奎弟弟的陌生人 想要劝说哥哥放过自己的子女 警长不防有诈 于是身份都没合适 就把人放了过去 但警长万万没想到 其实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爆炸犯 他毫不掩饰的直接告诉陈奎 自己就是那个神秘人 陈奎祈求他先放了女儿 自己会尽快凑齐所有的钱 在陈奎的一再恳求下 这个男人最终答应 并关掉了起爆器 女儿缓缓下车 但男人却突然启动了另一个炸弹 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时间只有18分钟 男人让陈奎赶紧抽钱 抽齐钱后 他会告诉具体去哪儿 在这之前 男人会带走陈奎的女儿 看着女儿被人绑起来 陈奎内心崩溃 然后一脚油门直接冲了出去 逃出来的陈奎 立即让妻子把钱打到男人账户 自己则开车 赶去男人指定地方 救出女儿 看着指定地点 墙上挂的横幅 陈奎这才明白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原来六年前 他还只是一个银行普通职员 为了挣钱 他在上司的授意下 把银行高风险理财产品 以欺诈诱骗的方式 卖给底层群众 这其中就包括 男人有身孕的妻子 所有的钱血本无归 家破人亡 可陈奎和行长 已给银行带来收益 而被上司火线提拔 陈奎在指定地点 找到了被绑着的女儿 可妇女二者也只能视目相对 这时男人打来电话 质问他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些钱 陈奎感到惭愧 希望男人不要把他 无辜的女儿牵扯进来 所有的责任由他来承担 但男人却说 我的孩子没有出生就死了 说完 男人随即出现在车上 陈奎希望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可以作为证人控告银行 但男人却拒绝了 他认为 有些错误永远不能被原谅 为了不伤害到女儿 最终了人死入海里 结束了这一切 好了 本期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 请帮忙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